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大家好我是小明 在8月23日 阿格納集團首領 連同第二把交椅和內部高層 同時因為一個飛機失事的情況而離去 可能這件事發生得太突然 以及有關失事的飛機 亦出現了一些可疑的情況 所以有很多人為著這次那麼突然的事故 有很多人在討論 究竟這次的事故的兇手是誰呢 我們稍後回來也會跟大家說 而在9月3日的時候 我們香港青年有一個看樓團 就會帶大家去到惠州看樓 而這次的樓盤就是萬科雙月灣 而團費方面也跟以往一樣98元 除了帶大家看樓之外 還會包上一頓豐富的午餐 若然大家有興趣參加的話 就記得找大眼來報名 報名的電話就是93483961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大家讚好留言 和訂閱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還要記得幫我們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影片 一般來說一個飛機失事 都不外乎幾個原因 要麼就是飛行錯誤 要麼就是技術的問題 亦都有一些情況 就是一些外部影響 以及恐怖襲擊 都會有機會令到這個飛機失事 而在8月23號 在特維爾州 就有一架私人飛機墜毀 但這架飛機裡面的人士 大有來頭 當中包括了 瓦格納集團首領普利哥任 還有他的第二把交椅 烏特金 還有其他五個 就是瓦格納的內部高層 而另外那些 就是飛機師 副飛機師 和空姐 一共10個人 就因為這次 這次飛機意外墜毀事件 全部離去 不過現在令人最關注的就是 因為這次的飛機失事 太多疑點 至於令到整個瓦格納集團的高層 全部人離去 空手 究竟是誰呢 我們香港青年 整理資料的時候 就歸類了幾個可能性 第一 俄羅斯的軍方高層 下命令擊落這架飛機 而另一個 就是普京 因為之前瓦格納集團背叛了他 而痛下殺手 當然也包括烏克蘭特工的暗殺行動 說得烏克蘭 在他背後還有一個大佬美國 也有機會是美國的收封稿 在這架飛機上安裝了炸彈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 這宗兇難 真是一宗普通的意外 最後還有一個陰謀論 就是會不會是普利哥任 來一個金蟬脫殼之計 我們看看這次事件 這次普利哥任 他所搭載的是一架私人飛機 當這架飛機 由莫斯科飛去聖彼得堡 這架飛機只不過是剛起飛15分鐘 突然失去音訊 連雷達也找不到他 到最後雷達何時才探測到他 就是最後墜機之前的30秒 在這最後30秒 就發現這架飛機 不斷地在上升和下降 還要這個動作維持了好幾次 到最後 在特維爾州墜毀 現場也有一些目擊者 拿起手機拍下了一些視頻 在這條視頻當中 就看到這架飛機 有幾次 很劇烈地上升和下降 之後整架飛機 插水式下降 在機尾 還發出大大的濃煙 目擊者還說 飛機的機翼 在這個聚落當中 整個機翼脫落了 更加有目擊者說到 在空中的時候 聽到兩次巨響 所以之後就有一些專業人士就說到 會不會是受到一些地對空導彈的襲擊 若然不是那些導彈 要是機裡有炸彈 我們從現場的圖片來看 這個機身殘骸 是有幾個地方有凹陷的 但這些機身破損的情況 都不是最奇怪 最不可思的就是 飛機師和副飛機師 在聚落期間 沒有發出任何警告 亦即是說到整個事情 是來得非常突然 突然到這個飛機師 是沒有辦法 亦都沒有空閒走 去按那個警告制 如果根據剛剛這樣的情況 怎樣才會那麼突然 要是那兩個飛行員 因為爆炸 就立刻炸死了他們 要是其中一顆導彈 直接射向了機頭 其實現在在坊間 普遍就認為 俄羅斯總統普京就是兇手 因為在飛機失事前一天 俄軍司令蘇羅維金 有傳他被人炒了魷魚 又或者軟禁了 因為他極有可能參加了 普利哥任的6月半變 若然他真的被人炒了魷魚的話 即是說到俄羅斯 是不會放過參與半變的人 同時也就是說對普利哥任落手 只是遲早的事 再說 在普利哥任聚機當日 本身雅加納集團 就駐紮在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的營地 就突然之間斷了網 和外界失去了聯絡 會不會就是白俄羅斯的總統 盧卡申科下了命令 還是盧卡申科知道這次的兇手是誰 會不會就是防止 阿格勒集團收到第一時間的資訊 就因而造反 但說真的 普京是不是真的兇手 因為我們看到一些報導 有人就說 為了維護現在俄羅斯的和平和穩定 正常的情況下 普京應該要確保民心 普京也會避免一切意外 會在這段時間發生 畢竟現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打仗 加上俄軍內部 亦有很多不同意見出現 若然在這個時候 普京真是對普利哥任落手 絕對有機會打擊到俄軍內部的士氣 而且真是對普利哥任落手 你猜那些西方媒體漏 他不懂得炒作這件事 所以就算普京有多想對普利哥任落手 應該都不會在這段時間在做 再說 我們一開始不是說過 有機會用導彈射中這架飛機 要知道這次普利哥任所搭的飛機 就是一架私人飛機 事發時候 這架飛機的高度 是28000英尺 如果是這個高度 真是被一些導彈打中 看法這架飛機 就不單是脫了機翼 那麼簡單 是整架都會灰飛煙滅 所以根據我們的資料搜集 普京會不會是幕後的兇手 看法從種種因素來說 普京的嫌疑和動機 都不太高 另外美國會不會有機會是幕後兇手呢 因為要知道 美國的收封局 他最厲害的就是做一些暗殺的事情 再說 美國他們自己也有殺人動機 因為自從普利哥任離去了之後 拜登第一個反應 就是說到 我不知道什麼事 但是 我也不敢到驚訝 說真的 美國的特工 真的要在俄羅斯境內搞暗殺 應該不是一件太難的事 再說 暗殺了之後 又可以嫁禍給普京 這些一石二鳥的做法 難道美國不會做嗎 當然 有人就說 會不會在飛機上做手腳 若然真是被人做手腳 究竟哪一個做的呢 烏克蘭肯定是最有嫌疑的 因為我們暫於烏克蘭的立場來看 普利哥任 殺了烏克蘭那麼多子民 可以說是雙手 就沾滿了烏克蘭人的鮮血 若然有機會被烏克蘭來報仇 他肯定是第一個搶著他 再說 烏克蘭特工 暗殺俄羅斯人 都不單止暗殺了那一個兩個 就算今次在飛機上做手腳 要放個炸彈在普利哥任的飛機上 對於烏克蘭的暗殺軍團來說 只不過是他們日常的工作 再說在普利哥任離去之後 就是烏克蘭的獨立日 因為8月24號 就是烏克蘭慶祝烏克蘭獨立日的日子 若然真是烏克蘭特工暗殺了他 在這個獨立日裏面 就可以開香檳慶祝 當然還有一個陰謀論 會不會是普利哥任的 金蟬脫渴之計呢 畢竟阿格納集團 都是一個手握重兵的傭兵集團 但今次在這架飛機內 竟然有阿格納集團的首領 普利哥任 還有第二把交椅 連最高級的官員都在裏面 正常情況下 作為一個這麼大的傭兵集團 我想他們都明白一件事 就算要坐飛機 也不會坐同一架飛機 更不要說這些高層 人 領導人 又或者第二把交椅 他們的身份地位那麼重要 萬一出了什麼意外 好像今次這樣 因為一個飛機失事 就全部一次過離去 畢竟阿格納都有5萬多人 這些這麼大的傭兵集團 一定會懂得分攤風險 而且前幾天 普利哥任還曾經在社交平台上發了一個視頻 在這個視頻當中 他還說要發誓 在非洲國家 做一些作為出來 但轉過頭 這件意外就發生了 事情哪有這麼巧合 所以有很多人就認為 這次普利哥任會不會來個禁閒脫殼之計 簡單來說 假死 不過這一點只不過是陰謀論 至於普利哥任是假死還是真死 我們就不考究了 畢竟今次的飛機失事事故 只是剛剛發生 俄羅斯當局已經在調查原因 但無論怎樣說 雅格納集團 都可以說是整個 俄羅斯當中 擔當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現在整個俄羅斯集團比較高層的人士 全部都離去了 自然整個俄羅斯衝突局勢 應該都有多少變化 我們就一起繼續關注一下 整個俄羅斯衝突 究竟有什麼去向 今天我們香港青年頻道的分享 就到此為止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 拜拜 拜拜